昆营继续收听《古恋巅峰》第4001世纪 骗子 宇安国的身形如雄鹰击土直扑而下 铁塔般的魁梧身形给人以莫大的压力 胆小的人们面对这样狂暴的一击 只怕还未交手便以胆寒三分 气势一息便是实力不重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杨凯神色如常没有半点慌乱 出乎吕国安的意料身形同样纵紧 左手狭刀出窍刀光照耀天地 两刀身影交错而过 街头重重地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吕国安的眼珠子瞪圆了 双手捂住了颈簸竹 但食指缝隙间却是有大量的血水喷涌而出 那邓元的眸子里满是不可置信的身色 在擂胎上他隐藏了自己的真正的实力 所以被杨凯一刀击败之后还挺不服气 方才杨凯追击而来 他有意想让杨凯见识下自己真正的本力 谁知结局竟是这样 与擂台上一模一样的一刀却是更快三分 他同样没能挡住 只不过在擂台上杨凯手下留情了 没有要他的性命 这一次确实送他赴了黄泉 吕国安有些想不通 杨凯那一刀是如何斩出来的 那完全是不可能的角度 一瞬间的时机也非人力能够掌控 偏偏他做到了 而结果便是他全身的心血都在流逝 吕国安感觉浑身冰冷 这么好的身手 怎么会跑去孟府应招什么护院 无论如何用力也阻挡不住心血的喷咕 吕国安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异声 一时半会儿却又不会死去 哭通一声 单膝跪在地上 忍受着死亡笼罩的恐惧和痛苦 杨凯收刀入窍 看也不看身后的吕国安一眼 脉步便朝前兴趣 只不过才走出两步 身形便一个两枪差点摔倒在地上 他不知以此处轮回界的武力标准评判 吕国安算是什么层次的高手 但向来不会太低 真正的实力对比的话 他眼下拥有的实力是要逊于吕国安的 擂台上的一次正面碰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换作土生土长的此地武者 面对吕国安这样的强者必败无疑 可他毕竟是六柄开天轮回而来 拥有此界武者难以企及的眼力和判断力 在吕国安看来 难以把握的瞬间机会 对他却不是什么难事 如此方能以弱胜强 不过并非没有代价 胸口处被吕国安砸了一拳 肋骨应该断了三根 喉咙里满是鲜血翻涌的味道 杨开强行咽下稳住身形 来到吕国安的马匹前 这马承受了吕国安飞天而起的力量 四肢已经折断 此刻倒在地上悲鸣不已 而涂在马背上的黑带子中 依然有人形之物挣扎如动 口中呜呜不停 杨开将带子打开 一张俏丽而慌乱 泪痕满布的脸庞便出现在眼前 一路颠簸让她的头发有些散乱 整个人应该哭了很久 眼眶通红 当真是我见有脸 望着面前这熟悉的容颜 杨开笑了 久违了去世间 而她如今的身份正是孟府大小姐 大小姐慌乱而惊恐的眼神 似在这一抹笑容下得到了难以言喻的安抚 竟瞬间安静了下来 定定地瞧着杨开 美眸中闪过了一丝丝的疑惑和困顿 眼前的人她仿佛很熟悉很熟悉 但却从未见过 这种感觉让她满心不解 杨开伸手将她嘴巴中的布团取出 这才深吸一口气道 大小姐 不要怕 我是孟府的护院 为救你而来 其实你的贼人已经被我杀了 大小姐这才看到一旁跪倒在地上的尸体 那地面上阴红的鲜血冲击着视野 她顿时花容失似 惊叫一声 本能地扑向杨开怀中 杨开闷哼 嘴角便溢出了鲜血 胸口处断掉了几根肋骨 被大小姐这么一撞 伤势似乎愈发严重了 大小姐听到了声音抬头望来 见她表情痛楚 不禁关切道 你受伤了 没什么大碍 杨开将她搀扶起来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咱们得赶紧回孟府 大小姐不住地看守 杨开领着她 来到自己骑来的马匹前 扶着她上马 正要离去时 忽听一阵细微的声响从远处传来 扭头望去 只见远方一阵阴沉四起 似有不少骑士朝这边飞奔而来 杨开连忙指了个方向 大小姐往那边去 快马虾片不要停留 大小姐低头看着她 你呢 杨开宠她咧嘴一笑 我休息会儿就走 严霸 拔出狭刀 以刀背在马臀上狠狠一拍 嘶鸣声响起 马匹载着大小姐 羊体离去 杨开转过身 将狭刀交至右手 凝神一带 宝田峰那边的接应过来了 那远处扬起的阴沉 应该就是宝田峰道寇的踪有 或许他们之前约定了在某处碰头 结果 吕国安久久不现身 他们才主动寻来 浩浩荡荡上百期的阵容 映入视野之中 杨开舔了舔嘴角边的鲜血 心中却难掩兴奋和高昂斗志 在这里 他没有空间法则可以依仗 没有强大的六品海田修为 有的只是此处轮回界赋予他的实力 和自己本身的阅历经验 然而即便如此 这以一挡百也是极为不现实的 这几乎就是必死之举 却大大的激发了他的斗志和凶行 若是自己死在此处轮回界 会有什么后果 于想点没有与他说过这种事 但杨开知道自己绝不能死 娶师姐的心脏不破 他就没办法进入下一个轮回 身后又响起马蹄声 杨开皱眉望去 却见大小姐居然去而复返 俏丽的脸上一片苍白 美眸望着那远方奔写而来的百骑阵容 满是惊恐 却是义无反顾地跑了回来 大小姐的马术不错 高头大马在杨开面前扬体直步 大小姐气呼呼地瞪着他 骗子 杨开头道 你怎么回来了 我 我不知道 大小姐有些欲无伦次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回来 只是在察觉 身后的情况之后本能地调转了方向 杨开一咬牙 手抓缰绳 翻身上马 在她耳边说道 所闻了 调转马头 朝白玉城的方向冲去 这个时候再让大小姐一人雷取 已经不现实了 对方已经看到了大小姐的身影 若是分兵追击 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还不如由她来守护 马背上 大小姐低垂着头颅 脸色发红 长这么大 她还从未跟哪个男子如此亲近过 马匹的颠簸 让她的后背不时地与后方温暖 宽敞的胸膛有所接触 耳畔边的粗重呼吸 更是让她有一丝丝心动 一丝丝慌乱如麻 上百集来到吕国安身死之地 有人检查了一下 确定吕国安已经死去之后 群雄激愤 快马扬鞭 朝杨开和大小姐头顿的方向 追击而去 之前杨开骑着快马 追击吕国安 依仗的便是马匹的角力的差距 毕竟拖着一个人的速度 和拖着两个人的速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她才能追得上吕国安 而如今 这情况却是反了过来 所不同的是 她是孤身一人 人家宝田峰却是呼啸成群 彼此距离慢慢拉近 身后马蹄落地的声音 也越来越响亮 大小姐也没心思意乱神秘了 有那么一瞬间 身色颇为慌乱 只不过也不知想起了什么 竟重新镇定了下来 有破空声起来 却是双方的距离 已经拉近到了一箭之地 后方追击的 宝田峰倒扣中 有精通射树者 拉弓一箭 却是偏了些准头 落在杨开左侧三丈外 越来越多的箭矢 从后方起来 破空之声不绝于海 大多数箭矢都没有什么威胁 少数有威胁的箭矢 都被杨开反身回头 精准地一刀斩下 那后方领头冲在最前方的一个阴沟鼻子男子健壮 目瞪口呆 杨开的表现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才知道吕国安死得不远 这等反应速度和眼力 绝对是高手 孟佛还有这样的强者 他不禁来了兴致 吕国安死了 若是能拉这人入火的话 必定能弥补损失 不过前提是要抓活的才行 随着距离的拉近 护发飞来的箭矢也越来越多了 杨开虽然尽量拦截 却总有疏漏之势 一只利剑插在马腿上 奔跑的快马险些一头栽倒 幸亏杨开反应快 猛地勒了下缰绳 以自己的力量助他稳住了身下 跑不掉了 原本就没人家速度快 如今马匹受伤 更是雪上加霜 而距离白玉城 还有最起码两三个时辰的路程 杨开本还期望 孟府或者城主府那边 有人前来支援 如此方有一线生机 可直到现在也不见踪影 如今我又自救了 杨开努力回忆着 自己追来时的路线 寻找可用之地 霍空声再指 杨开虽奋力斩下几根箭矢 却还是有力剑插进了马腹中 随着杨开奔波了一夜的剑马 在往前奔出百丈之后 前蹄一软 轰然朝地上倒去 坐在前方的大小姐一声惊呼 杨开却以事实地 揽住他柔软的腰肢 双脚在马背上挥微一戒力 冲天而起 再稳稳地落在地上 抱紧我 杨开嘀喝一声 大小姐慌乱点头 连忙双手环住了杨开的颈固 稳住了自己的身躯 杨开单手持刀 另一手拖住大小姐的身子 将她固定在自己的身前 转身便朝一个方向飞奔而来 轻身之法催到极限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脸巅峰》 第4011集